各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华严经》200问 进入第74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究竟大事 这个问题是对应第一个回向 实回向品格第一 救护众生离众生向回向 在我们一行起愿 要做四件主要的观察 第一 我们所回向的这个善根是不是具足 我们要怎么样累积自己的善根 就是在何等为如保住 来观察自己是否能够真正的安住在佛法当中 累积我们的善根福德 第二 何等为如金刚大圣心 我们发一个如金刚一般的大圣誓愿之心 才能够救护一切众生 所以极因极果 我们因为要救护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的心就成就了如金刚般的大圣誓愿心 也因为我们发了如金刚般的大圣誓愿心 而成就了我们能够救护众生的大力量 第三 回向 所为 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落实 就是我们昨天开始已经圆满的大发起 这十个大发起 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实践的 那今天呢 我们开始到最后 叫做所化成满 我们已经圆满了功德 那怎样叫做功德 就是这个地方 就问 何等为究竟大事 救护一切众生 究竟是为了什么 来到这个世间 究竟是为了什么 佛陀讲说佛法 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究竟啊 就是一个目的 那也是我们 非常清楚知道 自己做任何事情 都有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会扣紧 我们未来的目标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就讲到 诸佛如来 以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事 那这个一个大事因缘 它究竟是什么 在法华经里面讲 就是为了要开佛之鉴 试佛之鉴 悟佛之鉴 入佛之鉴 让众生都能够开试悟入 自己是可以成佛的这一件事情 它才是真正叫做大事 我们一般人讲 我要完成我的终身大事 那事实上呢 我们所谓一般人所认知的终身大事 就是结婚 就是结婚 生子到最后 功行圆满 那我们结束的 是人生的这一个 所谓的大事 可是真正 如果我们要来看 这一生 结婚 这件事情 其实是大事的开始 并不是大事的圆满 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功课 经营一个家庭 照顾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结了这些缘 或者是发展一个事业 其实它都是一种大事 但是这个大事 到底要带着我们到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呢 在第74个问题 我们问到菩萨摩赫萨 怎么看待这个人生的大事 而且他看到的 不只是这一生的大事 他还可以看到 生生世世的大事 所以菩萨 他看到了众生 他不只是看到 这一生的缘分 也看到了他未来 要跟这一切的大众 一起走向何方 所以这才是 菩萨摩赫萨的究竟大事 菩萨摩赫萨有十种 究竟大事 何等为十 第一 恭敬 供养 一切 如来 究竟大事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就希望能够恭敬 供养 一切 如来 我们在前面 讲到菩萨的大发起 第一件事情 也是礼敬诸佛 所有的佛 都是我们的典范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 恭敬的心呢 就是希望能够以佛为我们的榜样 那如果我们以佛为榜样 我们自然就以佛为我们的究竟目标 那我们现在的发心 有无上的供养 就是把自己的身心都付出 把自己所有身边的人都一起带动 来学习佛法 所以恭敬供养 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开始 落实的下手处 也是我们的目标 能够成就这个究竟大事 再来 我们对佛有一种恭敬之心 但是佛陀讲 我们要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因为人人皆能成佛 佛陀来到这个世间 为了要让一切大众 明白自己可以成佛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来实践佛法 推广佛法 要从众生当中来学习 所以第二呢 叫做谁所念众生 惜能救护就尽大事 我们发现读华严经之后呢 从实性开始建立了信心 到实柱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里面呢 有十种心 第一是初发心 初初开始发了菩提心之后呢 到第二个阶段呢 就要对众生起 非常殊胜的慈悲心 那对一切的众生 起的慈悲心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我们真正能够落实 菩萨形的开始 我们知道呢 我们对于佛有很大的敬意 但是老实说 我们要面对佛的时候呢 这个恭敬供养的心啊 都是我们仰望的 可是我们身边的众生呢 对我们来讲 它是必须要有一种慈悲的 所以对上是一种恭敬之心 对下是一种慈悲之心 所以在这个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这两个状态当中呢 我们就要能够切换 怎么样来切换 我们不但是听闻佛法 对佛法身赞保有恭敬心 有的人这件事情做得很到位 他对所有的法师 所有的修行人 所有修得很好的师兄 他都能够恭敬 可是呢 回来看看他后方呢 还有很多啊 不懂的 很多很受苦的 很多在这个无名无知当中的众生 他却不一定能够起一种慈悲心 那这其实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刚刚开始 因为他不懂佛法的时候 他会有的心态 那在这个心态里面呢 我们都喜欢亲近善知识 那善知识都很亲近啊 而且善知识都很有智慧 所以大家都喜欢尊贤 所以大家都喜欢尊贤 众善 都喜欢呢 在这种好的环境 可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个不如法的 或者是对我们不客气的 甚至于我们的冤家 那我们很难就起一个学佛的心态啊 所以第二个阶段呢 谁所念众生 悉能救护 你既然不能够起一种恭敬心 那你总是可以起一个慈悲心 所以我们要练习在众生的身上呢 也能够唤起我们的智慧 唤起我们的慈悲 那这时候呢 这个第二个 谁所念众生 新人救护的这一个习惯 他就可以成就我们的究竟大事 那如果我们练习的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圆满呢 你就会发现了 你的身心就越来越自在 不管你是起的是恭敬心 还是慈悲心 都可以让你得到究竟解脱 所以这是第二个 再来专求一切佛法究竟大事 我们知道呢 如果我们能够念念不空过 自然而然就会远离颠倒梦想 普门品里面讲 念念不空过 常求常念 恭敬尊重 观世音菩萨 那其实这个就是专求一切佛法 他的效应就是能灭诸有苦 学习佛法 就是一种让自己成佛的方法 那怎么样成佛 佛陀从自己的心开始来修 因此我们要发现 自己的内心当中呢 能够时时刻刻安住在本心 不离开这个烦恼 或者是无名 或者是攘污的境界 可是我们却能够保有一种心静的自信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原来在娑婆世界非常好修行 在净土经里面就讲到 如果你在一个清静的环境 修行百年 不如在娑婆世界 这种恶劣的环境 能够修行一天 那这个一天里面呢 从早到晚你就能够保持一个正念 时时刻刻不忘记 不忘失自己的正念 那这个功德非常的殊胜 我们就想 那到底是修百年比较有效果 还是修一日比较有效果呢 那你要看你的心态 一个能够时时刻刻不忘记正念的人 他百年就是一日 一日即是百年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讲到的一个专球 这两个字啊 他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能够在净土 或者是在娑婆世界 一切是没有差别的 其实不在于环境的问题 而是在于 你是不是能够监住在你的正面当中 所以专求一切佛法 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究竟大事 那有了这种心呢 你随时都会积极一切上根 随时不舍众善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 当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呢 你会怎么样来学习 有很多人啊 学了佛之后 反而越来越消极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呢 都是梦幻泡影 那既然是梦幻泡影 哎呀 这个国小同学 国中同学 高中同学 那至于同事 或者是身边的这些人呢 要来找他的时候啊 他自己心里面 就有一点烦恼了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把所有的生命 拿来修行 拿来念佛 拿来精进 拿来用功 哪有时间还要去交际应酬 还有时间要去跟他们讲 那个有的没的 这些呢 戏论 这些颠倒的人生啊 甚至于呢 对于积极的赚钱 或者是发展事业 都好像变得没有什么兴趣了 那这个是什么 这当然就是一种 出离的现象啊 你已经慢慢的想要清静 想要向往了 佛菩萨的自在的境界 所以对于这个世界呢 这些名利财色 你有了不同的想法 可是我们要知道哦 也许这里面呢 潜藏了一种危险 就是一种啊 落入空亡的危险 因为一切都是莫看泡影啊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不要再去累积这些 名利财色的追逐了 那当然 乍看之下是好事 但是如果呢 我们也没有因此 就减少自己的坏习惯 也没有因此 就让自己的心更清静 也许你只是一种逃避 或者 因为你求不得 所以你只好呢 用放下 作为掩护 来掩饰自己的没有竞争力 所以佛法里面呢 他讲的 并不是要让我们逃避这些事件 来自于放弃这一切的追求 而是看到自己为什么而追求 如果我们为了广度众生 你会看到呢 菩萨 他真的是费尽心机 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度一个众生呢 他不惜呀 成为众生的朋友 那众生的朋友 就是在这个名利柴色堆里面打滚啊 但是他打滚 他非常知道 他自己 不会被这一些 所有的成就跟现象所迷失 因此他的观念 是知道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但是他不会舍弃 这一切法的追求 所以这个地方就讲 积极一切三更究竟大事 我们大部分的 其实很难做到这个平衡 要么就是涉事过身 就在红尘当中 被红尘俗事 纠缠 而让自己呢 已经陷入了五欲的一种 饮症止渴的恶性循环当中 那要不然呢 就是厌倦的这一切 什么都不要 就只想要一心躲起来 到山上去清修 那这两个 在菩萨行当中呢 他都是落入两边 因此菩萨 是非常殊胜的 游走于世间 而不染世间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的发心 叫做积极一切三更 他要广结善缘 就像弥勒菩萨这样 他是一个布袋和尚的化身 我们在中国的五代时候呢 有一个和尚啊 他就是这个样子 带着个布袋啊 到哪里 都是神神秘秘的 但是也都是广结善缘的 他就随缘度众生 那度了众生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身上呢 就背着一个布袋 这个布袋 似乎是一个藏宝袋 他凡事呢 有任何的需求 从布袋里面一捞 他就可以拿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啊 弥勒菩萨就有一个寄语 我有一布袋 这个布袋呢 里面是什么 就是虚空的 那虚空 看起来里面是空空的啊 可是呢 展开可以片十方 入石 观自在 所以呢 这个地方啊 再讲到这个布袋是什么 其实就是 我们的这一面心 看起来 好像里面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啊 可是当我们要用的时候呢 却又可以千变万化 什么都能够拿得出来 变出无量无边的法宝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面心啊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 那我们藉由积极 一切善根 来圆满我们这一面心的功德 那这是我们修菩萨行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方针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可以很积极 很欢喜的去善用自己的心 那怎么样来善用呢 那佛法提供给我们很多的方法 所以你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学到正确的方法 你先来看啊 我们生活的态度 有没有在学佛之后更积极 有没有在学佛之后 身边的人越来越喜欢 可以越来越喜欢我们 越来越喜欢亲近 看到我们呢 是否越来越欢喜 你来作为指标 那为什么这个要作为指标呢 因为我们常常啊 错误的认识佛法 因此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呢 就用自己的偏见来自以为是 所以学习佛法 它其实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 因为它可以很明显的 从你的生活当中看到你的改变 那怎么样来入手呢 所以我们学习了佛法之后呢 就要做这第五个跟第六件事情 第一要思维一切佛法 第二要满足一切誓愿 思维一切佛法 佛陀教我们的方法 有没有道理 你要去思考啊 佛陀讲 有很多的内容 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 比如说 佛陀讲啊 要面对你的敌人 要冤亲平等啊 那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怎么有办法冤亲平等 冤就是冤 亲就是亲啊 我怎么可能把冤家当成亲家 亲家当成冤家 这样子我们不是很没有原则吗 好 所以呢 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思维方式 跟佛陀的方式 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就来想想看 到底是佛的有道理 还是我的有道理啊 那我们仔细的去研究了佛法之后 你会发现呢 尤其是华严经里面 在实行品这个地方 佛陀教我们很多假设的情况 假使有众生 他来对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菩萨应该如何来面对他 那这些事例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哎呀 我们真的同样面对同样的境界啊 不用讲 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来对我们怎么样 光是一个众生 讲一句不入耳的话 我们的反应 就跟佛部一样了啊 这时候呢 你就有一个实验组跟对照组了 那对照组就是佛陀啊 佛陀的方法 最后让他成佛 那我们的方法呢 我们呢 一生又一生 就好像在做实验一样啊 这一生 他使用了自己的方法 结果呢 哇 这个下场 下场很凄惨啊 那我们现在呢 又有第二次机会 又再遇到了同样的情境 那学佛之前 是这样处理事情 学佛后呢 我已经会学佛了吧 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用佛陀的方法来解决 用佛陀的方法来面对 那如果是这样 你就会发现 哎 你的人生呢 就会开始 好像做实验一样 有时候是成功的 有时候是失败的 我们要去研究 到底是为什么而失败 到底有为什么而成功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觉得 这个学习佛法 是很实际的 而不是只是唱高调 只是一种学历 一种哲理啊 但是在佛法里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殊胜的 不只是生活实践 不只是让你的人生 比较好过啊 他还可以把我们的潜能 开发出来 因为有很多人 学佛了之后 他很随缘 很自在 可是不知不觉 就变成 还是一种 消极的逃避心态 因为他就变成 独善其身 独善其身是很简单 因为你只要 少欲知足 有得过且过啊 人生还是可以 过得很舒服的 所以有很多人呢 他向往这个 苏东坡啊 陶渊敏啊 遇到这个 不如意的境界啊 还是可以保有 自己的一方亲近 所以 才居于东离下 悠然见南山 所以呢 自己啊 就有一种人生的 一种 殊胜的状态出现 但是这个 就是自己 可以把自己给搞定啊 好 那佛法啊 他不只要你 这样子而已哦 他还教我们 还可以怎样 更积极一点 把你的 累生累结的愿力 给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究竟大事啊 就是第六个 要满足一切誓愿 我们发愿啊 众生无边誓愿度 这个四宏誓愿 是我们非常非常殊胜的 一种功课 因为所有的法 所有的宗教啊 他可以说 是一种心灵的寄托 但是 只有佛教 教我们要发达愿 没有一个宗教教你啊 要去积极的行菩萨道啊 只有佛陀教我们 要广度一切众生 而且他不只是要度 有缘的哦 连没有缘的 你还要主动去当他的朋友 建立缘起 运用缘起 不住缘起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佛陀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不只是看到这一生 他看到生生世世 他不只是看到 过去生生世世 他还看到未来生生世世 所以呢 他看得远 看得长 看得广 看得细 所以他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誓愿 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誓愿 那我们所有做的 积功累得 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誓愿 而不是来成就 满足别人的誓愿 所以佛陀啊 他教我们发达愿 其实不是要我们去 自己定一个新的目标 他只是把我们自己 累生累劫的大愿啊 能够引发出来 唤起自己的记忆 从八世田当中 能够真正的认清楚 到底你自己是谁 我们来到人生的这个现场 我们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否则我们迷迷糊糊的 都忘记了自己到这一生 结了这些远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呢 这是菩萨摩和萨 十种究竟大事的 不可思议之处 那如果我们能够认清楚 这件事情啊 你的人生啊 真的就是前所未有的满足 那希望大众呢 我们一起来发心 一起来探究 从恭敬供养佛法 恭敬供养如来 到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到最后呢 终于水落石出 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样子呢 你就会发现了 能够学佛 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开示 支持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